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最小的生命 那什麼是最小的生命,大家要不要來想想看 好,沒關係,我聽到一個很漂亮的答案就是細胞 細胞是我們最小的生命 為什麼呢?因為根據我們細胞學說 他說呀,我們的現在所有生命體都是由細胞所構成的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所有的細胞都是由原先的細胞分裂而成的 那最小的東西當然就是我們的單細胞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細胞,就是我們最小的生命 叫單細胞生物,我們常常會這樣罵人 或者大家有沒有聽過一首言訣的歌叫做單細胞 他歌詞這樣 說好小剛剛好,說會單細胞 說好小剛剛好說回單細胞 單細胞究竟有多小?單細胞就是微米等級 好,那微米等級究竟有多小呢?我們來看看好了 一公尺叫做1m對不對?這叫做1米 好,那如果我們再換成10-3次方米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毫米 那微米是什麼?就是10-6次方m 哇,這個有點小吧?有沒有小的有沒有感覺? 沒關係,沒感覺的話你就想像有沒有 你像拿那Uni那個0.38那個筆有沒有 畫出來的筆跡,你再把它小1000倍 這個夠小了吧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憑我們的肉眼 基本上是看不到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一個東西叫做顯微鏡去看它才看得到喔 好,所以我們冠材細胞都要用顯微鏡 那接下來細胞究竟是誰找出來的啊? 好,就是我們這一位叫做胡克 他在時機時機的時候用他自己的顯微鏡呢? 觀察!軟木塞 軟木塞大家知道他是植物喔 所以他看到了很多一個一個坑洞在這個裡面 他就想說我們這個一個一個坑洞是什麼東西 於是稱它叫做Cell 就是我們的細胞 OK嗎?所以於是我們細胞就這樣出來了 那細胞呢我們現在就有分成很多種細胞 好,那我們先來跟大家講講最原始的細胞長什麼樣子好了 我們就在講的是原核細胞 原核細胞就是最原始的細胞 那它有一層細胞膜 接下來裡面會有細胞質 然後呢,還有呢,遺傳物質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核糖體 這是原核細胞 也就是我們最原始細胞 最簡單的一個構造就是長這個樣子喔 好,那這幾個構造究竟在這個細胞裡面扮演什麼樣的功能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大家想知道細胞膜是什麼樣的功能 跟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就點進去我們細胞膜這個連接裡面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呢 我們的核糖體 就點進去我們這個核糖體的字裡面 那接下來呢,中間的遺傳物質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細胞菌靠什麼東西遺傳的 這原始細胞怎麼做的 大家可以點進去遺傳物質裡面 我們會為你解說唷 好,那我們下一篇再見囉 好,好,好,好 好,好